回來第二節 華蒼桑 祖兄你好像想贊助人 我想贊助我們那些聽眾的好事 剛才我們提過 涂行立法院裡面 一些有力量的議員 我們都未記清楚的名字 馬上有網友打上來 顏清標 羅福助 厲害 你們記憶力比我還好 有一位聽眾 他說香港的區議員好像做不到事 我剛才都已經提過彭定康時代的情況 其實我還想提一提 其實香港的區議員 他不是不想做事 但我覺得 他們經常中了政府一個緩兵之計 因為大家不知道 香港區議會 區議會大會 過半到兩個月才開一次 然後大會之外 有些所謂委員會 但是你知道大事 全部都在區議會大會那裡談 我剛才提過 你每次會 過半到兩個月才開一次 那如果政府不想做 譬如我是一個政府首長 我很簡單的 吳議員你說了一段時間 好啊 吳議員你的意見很好啊 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我們下次給你一個答覆 那我就發覺呢 我們議會裡面有很多同事呢 就怎樣呢 他下次他自己都不記得了 追問 本來呢 你每一次開完會之後 你當然有會議紀錄啦 那下一次會議一開始之前呢 就有續議事項啦 很多同事呢 第一 他可能自己失望 他沒有去看會議紀錄 他就不記得了 追問 那你上次的問題怎樣呢 你研究了兩個月 你今天給我那個答案 如果自己不停的追來呢 那他拖兩次會呢 這個做議事項 就將他最後 自然會失蹤的了 不了了之 就失蹤的了 所以呢 他們不是做不到事 但是有時候 你不加緊一點 你不落多兩千肉緊去追 你就很難為居民爭取這套事 好 那我們回來講 寧漢分裂的前夕 觸發點 1926年3月 發生中山藍事件 剛才的錢興說 誰是得益者 誰是蝕張的 是 如果一看那個得益者的話 就應該是 蔣忠正 蔣介石 誰是輸家 不要講中共 在國民黨裏面最大的輸家 在這件事上面 就是汪精偉 當時的國民黨主席 那為什麼是輸家呢 就因為 本來呢 他是國民黨主席 加上他當時呢 在軍隊裏面呢 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影響力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當時呢 蔣介石裏面 蔣介石自己本身的部隊 有三個師的軍隊 其中一個師呢 其中一個師的師長呢 黃茂公呢 其實都想投靠汪精偉的 那只不過呢 就是說 汪精偉對於這些軍人呢 就採取一個無靈兩可的態度 好了 在這個 中三暗事件之後呢 那 蔣介石呢 就立即 在這件事的第二天 在3月22日呢 就召開一個 臨時的 中央委員會 那在這件事上面呢 本來呢 汪精偉呢 是可以追究的 嘩 為什麼你這樣做啊 但是呢 汪精偉沒有追究到下去 那並且呢 就被呢 蔣中正呢 就呢 就呢 所謂大他 那呢 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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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咦 好像呢 有些吃虧啊 於是竟然呢 在這件事之後 就告長假 就請長假 並且呢 就離開了當時的廣州 就走了去香港 其後呢 就更加呢 以治病為理由呢 就走了去歐洲了 那所以這個呢 就虧張的 那因為 他一走就知道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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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力的真空旗 哪一個去補充呢 就由蔣中正去補充了 那就是 偷雞不到虧渣米啦 其實啦 替人投者呢 人亦替之而已 那剛才 在咪後呢 我們不流行 對這個 汪精衛呢 就 極之不恥 那你有什麼 對他 有什麼看法呢 我呢 就想 大人 剛才我不是說了一句呢 就是 替人投者 人亦替之 是 那為什麼我會說出這句話呢 那我們先要由呢 就 國父世世 就是回一回顧先 大家都知道呢 國父呢 就 由廣東北上 啊 希望和北方的軍閥呢 就 港和啦 談判和平統一中國 那結果 就在北京世世啊 那但是其實他 北上的時候呢 就指定了 胡安文呢 就代理大元帥 那但是呢 就 國父世世之後呢 因為 胡安文自己本身呢 他有他的弱點 譬如 大家都知道他追隨了中山先生很久 是 他是中山先生思想的一個理論家 是 他又是一個學者型的人 但是呢 就很多人都說他呢 就是因為學者型的氣味太重 就 個性又比較偏俠 就不是那麼得人 那所以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呢 他這個代理大元帥就做不下去了 是 那而且呢 就 那個 在蘇聯顧問的那個呢 就是推動之下 就一改以前 中山先生在位的時候的 就是一人領導的那種 守正制 就改成呢 集體負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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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選就選了 十六個委員出來 是 就 結果你想想 中國 就是國民黨有十六個家婆 那 而上面還有一個 超級太上皇呢 就是手拿著每個月有幾百萬 奴報 還有呢 就是一批蘇聯軍火的那個 包羅亭 包羅亭 那你說 就是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呢 就 國民黨應該怎樣走下去 那 而事實上 大家回顧當時呢 也都你會看到就是 國民黨人才仔仔 但是沒有一個 人夠膽說 我就等同國父 那個歷史 那個威望 那個影響嘛 那所以呢 沒有人能夠站出來擔得起 那但是沒有多久呢 就大家都知道 發生了一件事嘛 就是 民國二 這個1925年8月呢 廖仲偃被辭 是 那事實上呢 在集體領導實行了沒多久呢 我們會看到當時那些史料呢 就是 包羅亭對這個 國民政府的那個 所謂指導性啊 就越來越強 那而且當時呢 他們已經將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國父一決定 聯俄 融共 的時候呢 決定改組國民黨的時候 是 其實當時 他的追隨者已經分成三派的了嘛 那有一派呢 就是完全是支持 國父的做法的 認為沒有 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行了 真正亡國 那我們 雜清這派是左派 那一派呢 右派就堅決反對的 是 直接是當面跟國父爭辯 這樣會亡黨亡國的 那譬如好像張繼那些 那些 直接就 因為他跟國父 表示他反對聯俄 融共呢 國父不聽到 他直接說 那你 你遲了我 所有的黨籍 我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那 後來這批人 就成為後來的 所謂的西山會議派 就是所謂 國民黨中的右派 但是另外有 批評汪精衛 蔣介石那些 就是中間派 他們 接受國父的解釋 就是 在那個時空裏面 因為 世界各國 都沒有一個國家 支持中國 願意站出來 拍胸口 我支持你的國民革命 就只有蘇聯 願意出錢 出人 介紹他的黨員 來參加國民黨 出軍火 幫你去打倒 這個 帝國主義 幫你去打倒軍閥 那 變成 他們都覺得 那個時空裏面 不是這樣 不行 但是到國父死了之後 我剛才講過 在集體領導過了一段 小的時期之後 其實當時 在國民黨裏面 共產黨 已經 將這三派人 作一個區分 即是右派 大家都知道 國父死了 他們因為 鑑於共產黨 對國民黨的那個 影響越來越大 他們就搞出個西山會議 去哭靈 那 就說要清共 但問題就是 這班人多數都 並沒有掌握實權 所以只能說 開了二十二次會 只能夠在一兩個省市 他們控制的黨部裏面 做一些事情 但是沒有真正 清倒黨 但是呢 當時的蘇聯顧問 也都 除了左派他們控制了之外 他也都在中間派裏面 將中間派的人 加熱區分 譬如汪精偉 據說話 包羅亭 發給第三國際的報告裏面 提過了兩句說話 他說汪精偉 此人 有野心 可利用 大家慢慢嘴咀一下 這兩句說話的意思 而 蔣介石 即是汪精偉 是可利用的 但是蔣介石 是危險的 為什麼蔣介石是危險呢 因為 因為 蔣介石當時手上 雖然只是掌握著 一萬幾千的黨軍 黃埔軍 和黃埔軍 但是大家都 從這個 商團事件 廣州的商團事件 和二次東征 看到黨軍的威力 所向披靡 一群所謂初生之族 以幾千人的力量 打敗了陳廣明 盤踞了幾年的東江區域 的老巢 的老巢 所以變成了 蔣介石 在共產黨和左派 心目中 是一個潛在的對手 來的 於是他們就 部署了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就是利用 廖仲海被刺 我相信你們上次都提過 廖仲海被刺 拉了幾個人 其中一個是胡安民的弟弟 胡安民水洗都不清 於是汪精衛 就迫 胡安民 以去蘇聯考察為名 離開廣州 而大部分的 國民黨的右派 也都被迫離開 先稱了一班 所謂反對者 其實最初呢 鮑羅亭和國民黨的左派 是最初是打算 拉攏蔣介石的 所以逼走了 胡安民地那一班的 所謂右派人士之後 大家就看到 在這個 國民黨再開會的時候 蔣介石是被增保為 中執委的 是 原本之前他在黨內 是沒有任何地位的 沒有地位的 他只是這個黨軍的 校長 黨校的校長 這個軍校的校長 黨軍的領導人 但是他在黨內 是完全沒有地位的 但是呢 胡安民被 這個呢 逼離穴之後呢 蔣介石的地位提升了 其實當時 鮑羅亭與國民黨的左派 想拉攏他 但是後來發覺呢 蔣介石這個人 有他自己的想法 沒辦法影響到 而且事實上 大家應該記得 在孫通先生 剛剛回到廣州的時候 曾經派過蔣介石 去蘇聯 去蘇聯 去蘇聯考察的 而蔣介石去蘇聯考察回來 也都給了一份報告給中山先生 就說 蘇聯呢 是不可以依靠的 所以呢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左派 對蔣介石後來失望 他們事實上是想 運用對付這個 胡安民的辦法 逼走蔣介石 最好也是逼走他 結果就清一色了 全部都是國民黨的左派 加共產黨 大家玩家家走 那就容易搞些了 但是呢 所以才有 所謂中山南事變 當然呢 中山南事變 今天呢 傳聞呢 事變的原因有好幾種 有人說 說是 胡漢民地他們的右派 煽動出來的 就是專門搞事 是 挑撥汪精衛和蔣介石的關係 那當然 蔣介石的日記呢 又提到 有一位人 幾次問他 是否回黃埔 好像 有劫持他 離開廣州的意思 那 傳聞有好幾種 但是我相信呢 有一樣一定是事實 就是 蔣介石 和當時在廣州的蘇聯顧問 相處的關係 非常之差 那這裡要提一提 其實當時呢 中山南事變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巴羅亭呢 就不在這個 廣州 廣州來的 他是 上了北方 其實也和北方的軍閥 有若干的接觸 其實蘇聯政府是兩邊硬 是的 那他留在廣州的是貴身家 但是貴身家這個人的處事手法呢 比巴羅亭更差 即一美用高壓的手法呢 就想逼蔣介石就範 蔣介石不肯就範之後呢 就是我剛才說 他們想逼走他 在逼走他之前 其實也都是 就是阿忠先生剛才說過呢 其實他是想叫他長腳的 是 就是 剛才你提過嘛 黨軍下面第二司司長黃茂公 是 那據說說當時 蘇聯顧問啊 發給黃埔軍校的 每月的經費呢 黃埔軍校 整間軍校 都是二十幾萬而已 但是發給黃茂公的第二司 十五萬 哇 真是相差很遠喔 特別關注他喔 後來蔣介石在他的日記 就有暗示呢 就有人想收買他的布下來 推翻他 那也都因此呢 而導致呢 沒多久呢 黃茂公就被蔣介石扣押了 就撤了他的司長跡 那我想呢 就中間其實 中山南事變 發不發生 其實 汪長的決裂呢 就 遲了的時候 還有蔣與蘇聯顧問之間的決裂呢 就 一年半載裡面一定出現的了 是 中山南事變只不過就是 促成了 促成了 就是表面化了這件事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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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那 那 事變發生之後 其實汪精衛作為 國民政府主席 其實他應該可以處理得更好 是 因為你說了你是國民政府主席 嘛 那當然 蔣介石宣布戒嚴 扣留李之龍 他有他的理由 因為當時蔣介石還是廣州衛庶司令 他發覺有人威脅到 國民政府的時候 他採取一些斷言措施 他有權力過去 他是衛庶司令 當然 當然 他事前 或者事後 也都應該向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 汪先生 報告 追認 但是據說 沒有 有 有 蔣介石親自去見過 汪精衛 但是汪精衛 只是對著他發了一段脾氣 就沒有處理過 沒有處理過 沒有處理過事情 如果你覺得 蔣介石做得不對 你就撤他職 或者是記他過 但是你什麼都不做 只是發了一段脾氣 之後就像中山田所說 他自己躲起來 告長格 自己先躲起來 一段時間 什麼都不理 沒有人找到他 不見任何人 然後以病為由 告長格 直接離開廣東 走去巴黎 然後才造成 蔣介石就是 剛才你提到的 因為 湖漢文 去了蘇聯 汪精衛 去巴黎 只有蔣介石 只有蔣先生 是的 所以蔣介石 的確是因為 中山濫事變之後 他逐漸在黨也好 在軍也好 他都掌握了實權 原本汪精衛做國民政府主席的時候 蔣介石只不過是八個軍事委員之一 但是汪精衛一走 蔣介石就做了軍委會主席 就推了譚延海做國民政府主席 但是蔣介石又做了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 變成了黨軍都下了他的手 他的確在這件事上可以說是 他突出了頭國 開始了他的一生的工業 就由這裡開始了 但是 你說回後 汪精衛自己做成的 其實汪精衛不單止這次是這樣 我們一路說下去 幾次都是這樣 很多都是 他不對的時候他就走了 好了跟你談不完 好像寧漢分裂之後 本來他開出的條件就是說 如果蔣忠正離職 離開軍隊 寧漢就可以復合 跟著就可以重組黨務 蔣介石就是下野 回去奉化 跟著就走了去日本 去日本訪問 照計就應該復合 於是當時 就汪精衛 代表西山會議派的周老 還有就是 代表南京的李中仁 三個人搞了一個特別委員會 本來就是要談 怎樣重新 重組黨 重新團結一致 就是統一中國的 但是特別委員會開兩天會 他汪先生提議要即時召開 國民黨四中全會 但是當時周老和李中仁不同意 他兩天之後又失蹤 又走去九江躲藏 又不開會了 那汪先生 這些處事手法呢 其實在 這個廣州的國民政府時代 好幾個事件 都有類似的情形 一定與他有關 或者是人家有些事搞出來 又抬他出來號召 他又無益不語 當然要坐坐個位 不過一旦有事 他又會走去 總之需要他的時候 他就趕出來 他覺得搞不定了 有位坐的時候 他又會過來坐 不過呢 一個位動搖 他又快點找地方躲起來 有聽眾說 委員真是教書先生 真是很討德 真是很討德 不好意思 因為教了十幾年書 我講的例子 委員曾經有一次我們辦一個訓練營 請委員來講中華民國的開國歷史 其實一個小時而已 我們委員講了九個字 國父都未細細的 大佬 剩下三個字 我可不可以怎樣埋味 委員托德 這個絕對是真的 不容置疑 不如前卿先講講這個 這個寧漢分裂的經過 大概我們先說一下 否則我們沒什麼時間 寧漢分裂 其實寧是指南京 當時的南京政府 漢就指武漢 其實這個寧漢分裂裡面 就是要跟北伐拉上關係 北伐去到武漢之後 其實當時就是 國民黨的左派 在暴羅亭的驅使之下 找了一個當時國民黨裡面的 左派的一個重要人物 叫徐謙 在武漢裡建立了一個 所謂的臨時會議 去代理中央的職務 當時蔣介石是不同意的 於是 蔣介石就立刻 將中央機關 遷到當時的南昌 雖然後來 蔣介石有去過武漢 但是都沒有在武漢裡 去做這個 履行中央的職務 而當時來講 由於上海 由於江捷一帶的商人 是支持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就去了南京 另立了一個國民政府 於是在當時中國來講 就分為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武漢的國民政府 一個就是南京的國民政府 而在南京的國民政府 由於當時來講 蔣介石感覺到 國民黨裡面的左派 對他的威脅 於是就在南京發動 所謂的420事件 就大肆捕捉 以及逮捕共產黨人 我們先打住 420事件好像是 都利用了青幫、紅幫 杜月生、黃金榮、黃金榮 以及一些幫會人士 都去捕捉共產黨 或者工會 工會的頭 都搞得很轟烈 十分之重要 因為當時來講 中國共產黨 其實在上海 是有一個中央的機構 在這裡 要講一點點 就是 自從21年之後 其實在上海 有一個中央機構 在井江山也有一個 所謂中央蘇區 而由於 蔣介石在南京 駐人清黨 所以 在上海的地方 也大肆捕捉共產黨人 當時來講 在共產黨歷史裡面 就稱一段時間 就叫做白色恐怖 而當時 武漢的國民政府 是不贊成這樣做的 於是 武漢和南京 分別 由於共產黨的問題 於是 大家各自不同的意見 而當時武漢的國民黨 就 擁立 歡迎 從歐洲回來的汪精衛 就是當他的領袖 於是 就造成了 南京的 就是現在圖片所見到的 國民政府這個地方 就以蔣介石為首 武漢的 國民政府 就以汪精衛為首 這個歷史上 就稱為 靈漢分裂 其實 那個 靈漢分裂的時候 其實 這個汪精衛從歐洲 就是從 巴黎 巴黎回來的時候 其實 蔣忠正是跟他見過面的 是 都說 大哥 你說小的 你不要反蔣才行 經常反我 那怎麼辦 那 汪精衛都同意 但結果做不成 做不到 就是 汪精衛 因為他已經是 你說他 他同情共產黨 亦都是被共產黨利用著 那 所以 令到 他沒有辦法同意 因為汪精衛 去巴黎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 是去了蘇聯 是 事實上 有些史料說 他 承諾過史太林 他回到中國之後 他會一定全力 就 堅持 國民黨 連俄 連共的 那個政策 而 換取 史太林 支持他 就是 做國民黨的領導人 所以 正如 謝忻剛才說 他4月2號 回到上海 蔣介石 立刻見他 希望 他能夠 促成 寧漢 復合 復合 但是 三天之後 他都沒有 李掌介石 他跟陳獨秀 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強調 就是 在我汪精衛領導之下的 武漢政府 武漢政府是堅持 連俄 連共 輔助 農工的政策 老實說 只是這一點 汪精衛 他說 或者甚至連支持他的 國民黨 左派 都說 這個是 因為 汪先生是 國父的忠實信徒 他是堅持 國父當年的 那個 做法 其實是錯的 因為 國父當年 改組中國國民黨 開第一次 全國代表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 全國代表 代表大會的時候 國父提出來的 大家聽清楚 差一個字 他是 聯俄 用工 輔助農工 聯俄 剛才已經說過 在當時的中國 沒辦法不這樣做 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國家 肯承認 廣州的國民政府 肯讓我們援助 去打倒軍閥 而且他放棄一切 在中國當時的一些利益 沒錯 第二 辅助農工 沒有人反對 工人、農民 大家幫助 沒有人反對 但是容共和練共 就很不同 因為當時國父 去說服 國民黨內 不贊成 容納共產黨的人 就是 剛才我說 謝池、周魯那幫人的時候 國父是怎樣跟他們說 他說 現在我們中國 的確是有一幫年輕人 他們很有熱情 很有能力 他很希望為國家做些事 不過 他信仰了共產主義 我是希望我 擁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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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國 去做事 所以 國父的政策是 聯俄 擁共 擁共 擁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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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中國做事 而希望他將來慢慢 透過國父自己的感召 他慢慢轉過來 最可惜的是 國父死得太早 好 外面都圈了很多次了 我們這一節 暫時打住 我們下一節 繼續再說 好